百年 这么巧啊 临阵脱逃 按军法要就地枪决 你不知道吗 别闹了 张管 张管 这不能来我们呀 那天晚上我们 等了那么长时间 你一点阴险都没有 闭嘴 怎么说也解释不清楚了 怎么呢 长官 是要把我们送到军事法庭吗 我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要么枪毙 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 戴罪立功吧 我现在没有戴罪立功 我现在 失败 说吧 从这个镇子往西 四公里有一座桥叫池河桥 这两天镇子上的国军都要西撤 那个桥是必经之地 我奉上风的命令 临时组建一时小温队守桥 以防鬼子便衣队偷袭 从现在开始 你们都被我争掉了 你是长官 你可以命令我 但是总得把道理说清楚吧 要不我们弟兄不服啊 一群见了鬼子就会装死的兵 没资格跟我讲道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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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中国人 我是从东北过来的 我是东北的学生 我是流亡到这里来的 我真的是中国人 谁做梦的时候 说日本话 是什么事啊 告诉你给我老老实实的 由于是我巨蟹兵队 要不让人枪打死你 我都说了我是中武人 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啥天上一个 老子还可以说怎么回事 别别别 都别过来 我都打死他 别过来 别给我 还真是鬼子编医队的 没事 这不都打死了吗 不见得都打死了 万一还有没暴露呢 不好 跟我去吃壳球 走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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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鬼子 做鬼都趴下 小鬼子穿着中国人的衣服 还真是不好对付呀 你这是什么 我在南京的时候见过 我在南京的时候见过 这是鬼子一个便衣队 这是鬼子一个便衣队 你看 就差个密点就被电架了 这小鬼子也太狡猾了吧 还真往我们这儿派便衣队呢 这小鬼子骂也不为 就为了撬来 还派这么几个小漏漏 咱们咱 这小鬼子 为什么要带这什么地方 我来告诉你为什么 鬼子十三仕团已经过了长江 在浦口一带休整 短时间内 他们就会来出现追击我们 假如你要是鬼子 你会怎么办 我要是鬼子 我要是鬼子 我就会在顺路上 选一个攻击点 在逆路上 选一个突袭点 再派重兵 从除县的东侧 攻击驰河阵 再派便衣队进入 攻击西侧的乌衣阵 以断后路 没错了 所以这个赤河桥是鬼子的重点攻击物料 他们既是失手了 一定会卷队重来 对 我们再考对考 我们三个人 攻击 攻击 而 赤河阵 封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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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吧 你们什么意思 现在鬼子的主力还没来 等到手一来 就凭咱们这点人 手也守不住 那打不得 这不是拿咱们烫炮灰 让大伙白白送死吗 说说说 不在了呢 是不在了呢 是不是都不想干 不就是在家门口 守个池河桥吗 愁把你们给吓的 怎么呢 都被鬼子打怂了 还是爷们儿吗 连长 我觉得守这个桥 不会有太大的危险 就算是鬼子编医队来的话 应该也不会有太多的人 我看要不 咱就帮他这一回 毕竟人家当初救过咱们 我同意 我同意 你同意什么 你弄那儿女体了你 闭嘴 这事干不干 我来定 到时候你们谁都别给我啰嗦啊 怎么样 商量完了吗 商量完了 不过我有一个疑问 既然这个池河桥这么重要 长官部为什么没派兵来防守 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 长官部现在一团混乱 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池河桥的重要性 我再三请示 他们才命令我 自行组织小分队守桥 甚至都没有给我人手和装备 是吗 要我看呢 你连上风的命令都没有 你这个人呢 充其量是扯虎皮做大旗 上风的委任令呢 给弟兄们看看 拿出来看看 算了算了 委任令我就不看了 但是我告诉你 咱们都是中国人 就冲这句话 这个池河桥老子熟了 闭嘴 在下教导总队中校营长林杰森 合作愉快 怎么办 参加 我自己去吧 好 好 你自己出发 我最安心 我最安心 中国人 破壊 最重要的事 好 100名的勇士 选择 现在 立刻出发 人家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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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判了 大人 才 不胆了吗 过来 看看 元首一挺歪半 老子让你们今天过足了也 怎么样 连连长 可以啊 这都从哪儿弄的都是 老爷子给的钱 什么弄不到啊 老子以后也能使歪罢了呀 江西 从谁老子呢 不许说错误 老子也还说老子 你小子是不是指桑骂牌呢 连长 你可以是老子 他是小子 这还差不多 连连长 嘴个大个裸啊 这个我擅长 有点点我料理 连长官 连长官 看到吗 咱们是连级编制 买这么多重型武器 不为想 只要你能守着这桥 你就是把委员长的卫队 调来也没问题 要不是碰着你这么个光杆司令啊 犯得着老子自己掏腰包 买这些武器吗 就这些吗 还有一枪地雷 好 来 都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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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 来 来 来 包 你们都听好了 我们要在桥的东西两侧 各建一个阵地 其中每一个阵地 修三道环寻防御攻势 六个机枪火力点 其中三明三暗 长官 我这就不太明白了 两侧各三个 那假起来就是十二个设计店 咱们龙龙共就十二个人 用的招什么东西 废话 那叫虚张声势 我没教过你 除了竟给我丢着歇理 所有的地雷 都埋在桥头两边的河岸上 而且要插上小旗 做上明显标记 好主意 园长 这刚布好的地雷 就告诉人家在哪 怎么还成好主意了 不明白就照做 是 战斗一旦打响 你们只要记住一点 固守桥头 任何人 没有我的命令 不许擅自行动 离开公式 为令者杀无赦 明白吗 明白 我带五个人守着这边 一南 你带五个人去西边 你带五个人守着西边 我学院 哦 我学院 你认识吗 我认识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他们是军人的 但是 他才知道 比较大 多点啊 你们都看清楚了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许跨过这条线 能不能守住这座桥 就看你们能不能死守住自己的阵地了 明白吗 我再强调一遍 谁要是敢越过这条线 我格杀勿论 还挺嚣张的 一开始我跟你说什么来 老子怕过谁 我怕过谁 航空写大佐 警察是完成了 敵军困有残骸 枕下也有残骸 侵攻准备 能守住人数是如何 敵军困有一个招待 如果你看到某些人的身材 根本就不信用得到 那些人的身材 根本就不信用得到 我再有一个问题 敌军是所有的时代上的旗所指示 正常在时代上的位置 我真的教你 是的 是的 我就是要保护我们 实际上 没有地雷 那是二千万 我们将来突破 那么 苹果 如果有地雷是真实的话 是的 是的 那还是 我们将写写 不行 不错 逆地把你抬起来 大医生 你怎么回事 我没有急 慢慢走 你怎么回事 你两个人去银河上 快去银河吧 对 不错的 慢着 过来 里面装的什么 什么也没有 等会儿 真声都没有 大哥 走吧 你们是过桥的吗 你说呢 我们奉命驻守石鹤桥 请接手盘查 这位俊仪 我们不过桥 我们就是看看热闹 看热闹 这小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 你们还有心思在这儿看热闹 想活命的话赶紧撤吧 俊仪 这日本人不是还没来吗 怎么就开始守桥了呢 少废话 你们到底要不要过桥 要过赶紧过 不过的话别跟劲待着 不过了 不过了 有个事我不知道该不该问你 不该问你就别问 可是 我还是忍不住想问 那就是 就是咱们来守这座桥 真的是上风的命令吗 没底 好 这是 来 连长 这么近啊 这心里边怎么这么摸的啊 没底 人手一挺歪把子 你还嫌没底啊 怎么着 我再给你弄一辆装甲车来呗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晚上 老子要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这仗要是干漂亮 我要让姓林那小子 把他说过的话 一字不差地给我咽回去 听见没有 您在 您在 贼国吉强 外子不太会用 不会用别用 竟然使得少管 不是 你个呆管 真是明鉴 这好家伙还用不了了 那些滚事的长官都只顾入自己逃命 全都撤了 现在整个迟河队乱成一团 早没有一点注射 就这座桥 公开也顾不过来吧 就算是咱们守住了这座桥 改变不了现在这败局 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 改变了 他改变了 改变了 改变了 南京惨败 所有人的心情都没了 大家都知道打不赢鬼子 就光顾着撤 什么一寸和山一寸血 那种拼死守守的信念 大家早就放弃了 记着 当官都可以放弃 老百姓可以放弃 唯有我们军人不可以 好好守你的真谛吧 别为我来 orean �Justin 这老百姓大晚上出来干吗呀这是 大伙提供警惕 前方出现可疑人物 大佐 这里危险 可以随着安全的地方吗 你们 吓死了吗 没有 那是什么 林荣官 要不要派个人过去看看去 那怎么办 忘了我的命了 没有 任何情况不能离开阵地 敌人的动力 我的目的 是他们的注意力 把他们的注意力 把他们离开了 明白 我们的新冠军候補 是 那是你的口袋 拿着 都给我吃饱了养足精神啊 晚上给我好好的干 听见没有 林荣官 这牛肉感好吃 你这哪儿出来了 跟着老子 什么时候委屈过你们 要是再有半瓶白酒 那咋了 想喝酒啊 你提着白酒我就生气 我带了半瓶白酒 被姓林那小子装弹给砸碎了 不过没关系啊 只要打退鬼子 咱回去敞坑了喝 下来喝酒 下来喝酒 你有醉了 这看来暗地里还有很多人啊 怎么着 要不要先动手 他们都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呢 万一要是打错了怎么办 他们要是鬼子 目的就只有一个 引我们出真谛 不错 只要咱们接触真谛 会自救呢 咱们没办法 林荣 我想去清宽哦 叫咱们站住 站住 你们是赶什么来啊 长官 咱们都有老乡 给部队送粮食的 晚上大桥禁止统签 明天白天再送马 我们连夜赶了好几十里路了 不能再让我们回去啊 烧钱娘的废话 站住 天见没有 再白天送老子就开抢了 明镜 明镜 那边打起来的 灰子 灰子 灰子一带的 暗示的中国 马上不太努力了 别人吓 达达 放这边再打 连长他们怎么不还击啊 要不要派两个兄弟去支援一下 不用 他们这边连住 从地儿 你二人哪里不见了啊 你们俩人怎么不见了呀 搞事的 伤外罢了 是 快点 大公 我过来给他点火 成了成了 别去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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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不惊的 连长 他们那边好像有人喊大鎖 大鎖 嗯 弟兄们 你给我追 你还管走 你这块说的不能离开去了 有个屁 小鬼都被他们打买了 如果去等什么 程泉台 你赚着地 其他人给我追 是 混蛋 别处置 你们俩见过那边 是 好 一共几个鬼子 应该几个 没错 来 把那个大作果找出来 还会去给那心灵的小子看一下 我看他还敢瞧不起咱们 到底是他林杰森死守阵地链 还是我一男主动出击 全部间谍链 我看他还不错 一人 马上再来 一人都没错 大佐 您的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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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去追鬼子 我跟你跟我去 我也去 你在这儿待着 沈泰 过来 沈泰 怎么回事 我 我不小心 是你把鬼放下来了 没有没有 我们没看到 雷露 你看 是东侧那边炸了 鬼子应该是从东侧驻过来的 好 你个临街塞 连阵地都扫不住 这小鬼子一个个点着火把 就不怕暴露 就不怕暴露 林长官 他们不会是耍什么诡计 故意把他们离开吧 怎么了 走 林长官 别过去 这没准是小鬼子 给咱们收的套 他们已经走了 你怎么知道 小鬼子 竟敢骂我们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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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认识的 你 三十分前 你 明天的大佐 是 南加尼帝心队里头 我认识的 我认识的 日本人 一切 我认识的 我认识 是 明天 我认识 我认识 小鬼子 赤户阵 我认识 小鬼子 赤户阵 林先生 你连阵地都守不住 你还有脸拿枪指着我 我说吧 善离阵地惹我格杀无论 我是擅离阵地 我那是随机应变 歼灭了鬼子的便衣队 你呢 瞧炸的是你那边 鬼子也是从你这儿突破的 你别想推卸责任 你到现在 还不明白自己错是哪儿是吧 谁对谁错 不由你临街深说的算 林长官 刚才我们追的鬼子便衣队里边 有个祸沟 他会说出活话 咱们找他对质吗 好 我让你死得心服口服 如果是我的责任 我任你处置 如果是你呢 好 好 好 你给我听清楚了 认真的记 一个字都不许了 这白纸黑字以后都是证据 听见了吗 联征 这个 您放心 你 你叫什么名字 一群手下败奖 你们想知道是吗 你们是怎么炸赤河脚的 好 我就让你们心服口服 一步 我们前夜大佐 把我们分成两步 一步 从池河脚的西侧进口 吸引你们的活力 另一步 在东边出现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你们东部阵地的全部主意 这个时候 我们前夜大佐派出一名勇士 沿着河岸匍匐前进 利用夜晚的漆黑掩护自己 来到大桥底下 利用高潮的喷嚼技术 爬上大桥 安放炸弹 你们自以为自己的防守百密威俗 但是碰到我们的亲夜大佐 那真是不堪一惊 说 那个勇士 呸 那个鬼子是从河的哪一侧上的球 是我呀 说不说 当然是 东侧 帝兄们 听清楚了 东侧 房子 记清楚了吗 店长 一字都漏 林长官 怎么定 我看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啊 压他去石头销 他还不服气 你还不服气 我们怎么办 我们看 我们这些不服气 你有一些不服气 那 那你说说 鬼子怎么炸桥 我听彭守信跟我描述过 你们西边战斗的经过 不过你们看 这个桥是西边高 东边低 在你们冲出阵地的时候 鬼子只要留一辆板车在那 上面放着炸药桶 那些炸药桶 就足以滚到桥面上 天那么黑 战斗那么激烈 真的才一个人 当然不可能全注意到 这大桥的拱顶 是最薄弱的地方 只要一桶TNT炸药 就足以炸断蛋 教别 你自己看 不过来 慌米 走 过去把那个原头巩扔过来 这砸过呀 自己想办法 是 爹 爹 爹 打开 把那个狗日子给我带上来 一切愚蠢的争够金人 是 连自己认的话都不行 还想对付我们大日本皇军 别想太可笑了 连长 动手吧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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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认栽了 动手吧 我可以不杀乙男 但是你们必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行 连长 您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 只要你不杀连长 让我们干什么东西啊 对 我要你们跟我一块去一趟日战区 日战区 看什么 你们先弄一批日军的装备来 包括衣服和枪支每人一套 干什么 到时候我会告诉你们 同志 我想打听一下 昨天宪兵队抓了一个人 说是日本奸细 那个人还在吗 抓来的人应该就在里边 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 您拿着您的军官证到里面登记一下就可以了 好 谢谢 谢谢 酒 嗯 是他 没错 是他 你叫郑德成 真的是东北学生 你别紧张 我来不是审问你的 你的手怎么了 没什么 是刀伤吗 能告诉我怎么受伤的吗 等一下 你们是大佐 胡闹 是大佐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是 你们是哪里的部队 是大佐 我们是昨天的联合队 是大佐 我们是昨天的联合队 是 是